这只乌鸦实在是太缺格了 每次遇到事情都来好熊猫的毛发地形吐槽 怎么说人家也是个国宝 就能容忍你这么欺负人家 而正在呼呼大睡的大熊猫完全没有发现它身后的呼呼之客 或是正在做美梦 大熊猫竟一点都没能察觉 依照乌鸦这谈心的性格 长此以往下去 熊猫早晚会被它薅成不死的 光天化日之下 这家伙属实有点太嚣张了呀 虽说这家伙的脾气好 但也不是所有的熊猫都有这样的好性子 看看这只熊猫 当它看到乌鸦脱毛时 瞬间爆发了自己的脾气 脱毛都偷到我身上了 不给你一点教训 都不知道自己竟啥了吧 之后大熊猫就为人们表演了一出辣手追鸟 看来乌鸦这次是翻车了呀 不仅没偷到毛还被一顿暴揍 真是得不偿失啊 见识生活中的乌鸦也是一点也不招人喜欢 甚至连一些小动物都不愿再点它 原因就是这家伙中喜欢多晚点是 看到刺猬慢动作的过马路 乌鸦二话不说直接上前都有误会 好不估计人家咋醒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Weisé到了 1月3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